祝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呢 我现在在做一个系列的节目 这个系列节目呢 就是讲的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神一直在呼召我 能够在这个文字上 还有这个普及这个圣经的这个常识 圣经的在这个社会中的应用方面 传福音方面能够有所作为 所以呢 我一直在祷告 我也发现呢 就是我们这个全世界 然后翻译了这么多的圣经 这个介绍这个圣经 用简要的方法 结合现代社会和人们的实际生活 告诉大家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我觉得这个呢 还是很少见 有的个别的有一些这个教派啊 有一些资料 但是也比较旧了 而且呢 不是太适合我们现代这个现代人 尤其是正对我们华人的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很有必要 以正通神学啊 关于我对圣经的理解 结合我们现代这个现代人的需求 和我们现代的文化状态啊 然后用比较短的时间啊 分长这个五十讲 能够啊 给 讲给大家听 说一表 好不好 那么呢 那么我在前面呢 已经讲了二十九讲啊 那么呢 我可以啊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啊 给你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 给大家看 说王牧师啊 他要讲那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他要讲的什么东西啊 是吧 那么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呢 一个 就树里有神和神造世界的这个世界观 我们从世界观来考这个问题啊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认 我们讲任何东西 其实我们都是有关人的事情 没有人 其他东西都是自然物 是吧 所以呢 他是要认识人的本源和人的特质 OK 那么呢 还有呢 就是你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社会问题的怎么问题啊 圣经讲的什么呢 他说 罪是人和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总个缘 OK 那么你有没有想 有没有看到这个以后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和你以往所看到 所经历的不是太一样的啊 OK 还有呢 那么圣经呢 他说呢 这个神造万物嘛 那么神呢 我们就是人类社会 有几千年呢 也可以说上万年 几千年啊 有问题的 那么整个历史它在发展变化 那么整个历史是由谁来掌控的呢 那么 我说呢 是神来掌控历史 神来掌控历史 那么在这个人当中 我们说那个经常提到人权的观念 现在社会里面 那么人权 人权 人权 那么到底为什么这个西方国家总在说人权 人人平等什么的 OK 那么为什么到了东方 比如说我们中国就不太承认这个事情 也可以很多时候呢 就是回避说这个事情 谁要提人权的话 就会刺激了政府了 刺激了党了 为什么呢 那么说呢 为什么西方这么重视这个呢 因为什么要天赋人权 实际上呢 就是神赋人权 圣经告诉你呢 天赋人权 神赋人权 人权是神所授予的 OK 那么相当于这个问题呢 还有一些普世价值 我们也会讲这个问题哈 好不好 那么呢 我在后面呢 也特别讲了 我们上一讲呢 那么在整个人的整个有罪 这个罪性它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那么这个人类社会如何把这个罪去掉呢 那罪能够得到饶恕呢 那就讲了一个救世主耶稣 他的降世受死复活和再来 他的意义十分重要 这也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 好不好 那是第29讲 那么那现在的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一起讲了 第30讲 OK 第30讲 那第30讲讲了什么呢 OK 这是浩然信仰人生频道哈 非常高兴你的来到我们当中 好不好 一起来学习哈 OK 那么第30讲 人类历史可以按圣经来划分 你听懂吗 人类历史哈 我们过去都讲的是啊 人类历史啊 是原始社会 封建社会 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要高分了哈 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是马克思主义神 学说哈 那西方国家 也基本承认这个 基本承认这个 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嘛 是人类社会呢 那是从这个唯物论 从这个世界 观察世界的时候 来观察的这个现象 它总结了一些 常识性一些 现象 社会现象 但是呢 人类社会呢 它是可以按圣经的方法来划分 那么圣经划分 怎么划分呢 人类历史啊 人类历史啊 一个是从旧约到新约 OK 从律法到恩典 OK 从律法到恩典 还有一个呢 实际上 那么耶稣再来以前 和耶稣基督再来以后 人类社会 因为那个还没有发生 现在还没有发生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重点谈的是什么 从旧约到新约 从律法到恩典 那么从大的范围内上 从旧约到新约 新约 然后呢 从新约到后面 一直到耶稣再来 那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也做一个实验点啊 再来以后 OK 我应该翻译 从三个阶段 旧约 新约 耶稣再来 那么作为耶稣再来呢 它被归结成这个 这个启示录啊 它特别描述这个 那么呢 那这个是作为结尾 它是作为预言 是吧 所以呢 人类历史啊 那怎么这么讲 我们看怎么回事啊 你要理解这个道理啊 对不对 理解这个道理呢 其实呢 对我们这个生活 对我们的生活 各方面呢 是有密切帮助的 有密切帮助的 那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创世纪 创世纪 以前又是39卷书所组成的 他描述的事情啊 他描述的历史 那就是旧约 OK 那么我们摘略出来 从创世纪第15章 7到8节啊 他说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树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吧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OK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守 遵守我的约 OK 明白啊 你看 OK 那么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神要拣选了 以色列人 做他的选民 是吧 就是拣选了 做他的选民 那么以色列这个选民 他们有他们的历史 神学历史 那么这个神学历史呢 那么归结在一起 那么有律法 有故事啊 哥们来开 就成了旧约 而这个旧约呢 它规定是什么呢 是吧 那个 这个 他们的 这个犹太人之父啊 就成为亚伯拉罕 OK 那么亚伯拉罕呢 和他的后裔 那么 必世世代代遵守 我的约 OK 那么 神就和亚伯拉罕 和犹太人立了约 那么立了这个约呢 这个犹太人呢 必须世世代代的去遵守 那么遵守的这个约呢 这个叫旧约 旧约是旧约 那么就是旧约这个历史呢 就是那段 从犹太人的这个 原古的历史 一直到后来 这个 一直到后来 这段 这段时间呢 一直到后来 到他们那 到耶稣降生以前 是吧 那么我们再往看哈 在这个 在这个 旧约里面 创世纪 后面的紧跟着什么 是出埃及纪 创世的 然后呢 伊特里人呢 他们就流浪 威奴 到埃及去 一共是四百年 OK 那到了埃及以后 那么出了一个出 他们从埃及 神又把他们揪出来 因为这带修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过 这个出埃及 这个过红海 进迦南 是不是 对不对 那出埃及呢 他说 这个神 他怎么说呢 这个第20章呢 第3章 20章呢 第3和6节 他说 他说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OK 这是那个世界里面啊 他说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前代 第十节说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奴婢 牛驴 并一切所有的 OK 所以这里呢 就是说 那告诉我们 这个 在旧约里面 有一位神 那么这个神呢 就叫耶和华 OK 那么耶和华这个神 从我的理解上 也就是我们说的 三维体的人 圣父 圣子 圣灵 那个神 这三维体的 第一个位格 圣父 这个是圣父 那么呢 那么这个神 和伊斯莱人 这个都一的真神 然后呢 给他们 赐了这个律法 是吧 然后呢 给他们立了约 是吧 那么这个约呢 一直到 OK 圣经的 第三十九卷书 说技术的事情 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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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那么 那么这个 这个约呢 这个就是旧约 那么这个旧约里面呢 那是让所有的人 都要遵守这个律法 就是遵守律法 那么在犹太人里面 有很多的律法 这很多的律法里面 这个神赐给他们 写在石板上呢 等摩西上了这个上帝山以后 那就是刻在石板上呢 所以是当时是神亲自写上去的 对不对 那就是石剑 是吧 那么呢 让他们守安息日 不准拜偶像 不能拜偶像 是吧 是吧 是不能拜偶像 不能杀人 这个 所以这些 对不对 那么这些呢 他们当然还有 犹太人有圣洁的生活 因为神是 是这个圣洁的 所以呢 你们选民们 也应该圣洁 那么这里呢 就包括了人 不能坚毅 对不对 然后做事的时候 那这个非常有规范性 那像神一样圣洁 OK 你看那吸毒的 然后懒惰的 然后 乌七八糟的东西 反正是 不讨神喜悦这个 都是不圣洁的 那么这个 这个呢 就是犹太人呢 他们是靠 怎么这个人 就变好了 怎么这个人 都看着有规矩了 你看看 你在这个 一个社会里 你可能到乡村待过 以后到了城市里面 在城市里面 你是个小城市里 然后呢 你又到了县城 或者什么 中型城市 像我呢 保定出身 在石家庄 那后来呢 在北京住了三年 是不是 那么 然后从北京呢 然后来又到了 这个加拿大 多伦多 各种各种地方待着嘛 你会发现 这个社会秩序 是不一样的 社会秩序不一样的 那么有的地方呢 就是比较守法律 守规矩 然后你看 有的是在过去啊 在现在国内也好多了啊 上火车 上什么汽车 不再 不再抢着上了啊 过去的时候 上公共汽车 这时候看谁抢的力 还谁先上去 抢座位啊 对不对 那么现在到西方国家 肯定是战队 一个一个 先来后到的 是不是 干什么事 也是一样 是吧 对不对 干什么事 都是非常有守规矩的 那么犹太人呢 他们呢 怎么就 看着非常有规矩了呢 对不对 他们吃什么 穿什么 然后过什么解气啊 这个 这个都有条条框框 都有他们的规条 规律 说的规矩 所以呢 他们都非常守规矩 所以呢 他们就是靠着守这个规矩 神让做的一定做 神不让做的一个不做 就是说 神告诉你 不能坚引 是吧 对不对 你就绝对不能坚引 神告诉你 不能偷别人的东西 偷人的驴啊 偷什么的事 你就不能 OK 然后呢 那么到了 比如说到了七年了 然后呢 别人欠你的钱 那你就把这个钱给赏美了 不太要了 你都不能再要 是吧 那么别人 给你打工 那你得按时间 按这个 给人有工资 你不给 你倒鬼 说我不给 这在中国包工的 干什么 常有的事 但是犹太人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们呢 就通过守这个律法 守着这些条款 然后呢 他们每一个都成为义人了 成为义人了 那么呢 这是在旧约里哦 在旧约里人哦 现在这个 伊斯莱人 可以说 绝大部分人 伊斯莱人 他们非常 你看这伊斯莱人 这个特别有规矩吧 然后你到巴勒斯坦 你到伊斯莱 两个两边啊 一个是巴勒斯坦 一个是伊斯莱 因为伊斯莱人 就特别守律法 特别有规矩 是吧 所以他们的社会 秩序井然 他们除了 这个有自己的法律以外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众多的 成为他们生活习惯 成为他们信仰一步 成为他信仰的根基的 信仰的部分的 自然而然的守下来的 那么整个伊斯莱都 非常的有规矩 秩序非常紧 而且非常有创造力 对不对 非常有创造力 那么呢 所以说他们是守这个规矩 非常有意义的啊 那么 那么这个守这个规矩呢 好吧 好 累吧 累 那么按照神的教导 是不是有很多 也守不了的呢 确实有很多守不了的 尤其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守不了这个 太累了 那么你看看很多犹太人啊 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啊 我也见过呢 吸海洛因的啊 然后吸毒的啊 是吧 不守规矩的啊 现在也知道 从美国这个大的财团呢 有的人确实也做不少人 只是犹太人也干坏事了也不少 是吧 干什么 所以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就是当时的时候啊 这个耶稣啊 然后还有他的门徒 就发现这个问题 如果单纯就是靠着人的力量 去守这个规矩的时候 总有守不了的啊 就像打靶一样 是吧 那你打住靶心 是吧 非常困难 大部分人打不住靶心 是吧 所以呢 打的都是那个 打的就是边上 打着 那打不住一个边上 都都翻了 都翻了 就是说这个 这个立法就没守住 就出了问题了 那怎么就守 就是就能够把立法守住啊 那怎么一个人 就能够称义了呢 就称义了 在神的眼里就成为没有罪的人呢 因为人都是带着个罪吧 他是一切的总根源嘛 是吧 怎么说呢 那么在这个罗马书啊 就是圣经里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过渡到新约了啊 就是四福音一书以后 后面紧跟着这个基督教神医学的 最主要的核心部分啊 保罗书信里面 关于保罗写的罗马书里面 我拿出一段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这个保罗书信里面 罗马书啊 第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 你看一下 那么啊 这个他这个历史就划分了 前面呢 是靠着守律法称义的啊 律法时代 OK 那十五条时代 他心里面进入新约 怎么进呢 他说二十一节 但如今 你记着啊 但如今 前面是旧约的时代 是守律法的时代 守律法的时代 然后但如今 就是说 现在已经不是旧约的时候 因为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OK 神过去啊 是通过律法里面 让大家说 这个是什么的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第二十二节说 那就是神的义 因信 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我们自己 没有这个义 是神 有这个义 也就是神 他美善的部分 OK 正的部分 OK 这个 这个 就是 美好 美好的部分 让人能够 从罪恶里 出来的这个 大能吧 或者说 从罪恶里 出来这么 特殊的 这种 这个 神的意识 这个意啊 OK 对吧 神的意 然后呢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对 不是我们自己 所要的 是我们一想 他就把这个东西 加给我们的 作为恩典 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说 从旧约到新约 是从律法到恩典 就是从律法到恩典 那么呢 过去是强制 你必须遵守 那个 这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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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矩越多 然后你犯的机会 越越多 让你能够 显出你的罪来 是吧 那么 而这个呢 从神的义呢 那么从过 信耶稣基督 耶稣 他 他是 万物都是 因着他 因着他造的 也是为了他造的 是吧 那么他是来 不管在地上和天上 他都是要掌王权的 是吧 但让万一呢 他是这个基督 我们要相信他 也就是相信耶稣 他为我们的最儿子 相信耶稣为我们的 相信耶稣 他是基督 相信他是独生 神的独生子 对不对 我们相信他 相信他的教导 你记着 相信他的教导 而且跟随他的教导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对不对 并没有区别 不管是谁 这个世界上 宇宙中 全人类 这么多人 是吧 人类 整个历史 那么呢 在有耶稣以前 和没有 在有耶稣以前 和有耶稣以后 这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那这儿就是一个分水岭 这儿就是一个界限 通过这个耶稣 降生以后 他传道 他行神迹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那这段时间 33年 对 那么这个 特别是最后的三年 那这三年呢 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 也可以说是一瞬间 一个瞬间 那么但是这一瞬间 极其重要 极其重大 极其重大 就在耶稣基督这三年 然后 那个传道过程当中 那么特别是 他在死在十字架上 那死了以后 第三天复活 是吧 然后呢 他要生 然后四十天 要生天 那么这段时间了 就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 那么人类的历史呢 从那儿就分开了 前面呢 就是律法时代 靠着守律法 你可以称一 对吧 那么呢 那么不管你是中国的 还是印度的 还是伊斯利的 还是当时的 国劳蒙帝国的 那么从那以后 那么福音一旦传开 那么大家能够认识耶稣的 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 然后是国家 改变他们的法律 对吧 然后呢 人类也找到了救世主 要找到救世主 对吧 那成语 那么的话 再往一看呢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 亏缺了神的荣耀 OK 那么说 如今 又一个如今 这个 如今 却蒙神的恩典 因照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的诚意 是吧 那么 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 OK 如今 那么神 把这个 义的恩典 OK 你原来是罪人 然后你信耶稣 把你这个罪给赠免了 OK 那么就 这就是神的义嘛 这是神的义啊 他把这个蒙神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也就是耶稣神的独生子 他为你的罪 死在了十字架上 也就是耶稣基督 他全神 全人 那个全人 做 他 为你的罪 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就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 拯救你的工作 你们 我们所做的 就是信耶稣 那么这个救赎的工作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 OK 我们在救赎上 我们自己不需要做什么 OK 那么他作为一个恩典 也就是说 那么我愿意给你 你就拿着 OK 这就是一个珍贵的礼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 有一首歌唱的好 那么这个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认识主耶稣 那么神就把这个恩 作为恩典 白白的送给你 白白的送给你 白白的送你 然后呢 耶稣基督救赎 就白白的成义了 也就是说 你的罪被赦免了 那你在神的眼里成为义人了 然后你可以在神的面前 在他诗人宝座前 可以站得起来了 他把这个恩典给你 是吧 就成义了 他说这样 我们已废了律法吗 断乎不是 但是兼顾了律法 非常有意思 OK 那么 旧约的时候是律法的时代 OK 那么人人靠着守律法 成义 但是呢 实际上很多人成不了义 也实际上没有 保罗说的 没有一个义人 那么 耶稣他已经在实际上 成就了完全的救恩 是完美的救恩 那么就把事情搞简单了 我们作为一个罪人 我们不需要一条一条的 去守那个律法 那么 我们引信耶稣以后 神就把这个义 完全的加给了我们的 那么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 神的灵魂当中运行 那么呢 我们跟随了耶稣 那么我们行出来 就越来越像耶稣 那有看到啊 那个 有不少的这个 这个家庭啊 又是不少的区域的人 那么 因为信耶稣发生了 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 那么我自己就是个 就是一个例子啊 那么 即使呢 过去的时候 一直在追随这个 世界上的东西啊 这个不知不觉的是这样的啊 不足以也是这样的啊 那么呢 慢慢的学到了啊 然后信了耶稣 知道神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亲近神 然后把神的话语活出来 那么呢 最后啊 你自己 你家里人 你周围的人 就会看出来啊 我还是远远不够好啊 我也好 但是呢 我相信神在我身上动工的话 你只要相信 依靠神 那么他会让你变好啊 对吗 啊 就是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么呢 这说呢 那么啊 那么 呃 呃 呃 这个呢 是这么回事啊 还有呢 这不是讲呢 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啊 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吗 所以从律法到恩典吗 那么如果你一个人发生改变 然后这种福音又传出去 然后呢 更多更多人接受 尤其被是整个世界的主流社会 OK 主要的区域所接受 那所接受 那么呢 那么整个世界发生 那么最早的时候 从这个伊斯列传吧 那么伊斯列是当时 就是传福音 传的保罗 听过三四宣教 然后传到了外邦 那么最主要 最主要 国效最大的时候 就是传到了罗马帝国 当时罗马帝国啊 就是那个 比斯坎林大帝上 他在这个 他妈妈信耶稣啊 最后他也归于耶稣 那么最后呢 把整个罗马帝国啊 这个把基督教成为他们的国家 OK 那么成为国家 那么当时罗马帝国影响非常大嘛 是吧 然后这个基督教呢 就传遍了全世界 OK 那么传遍了谁 那么现在呢 实际上那个基督教呢 他这个西方主要国家啊 其他工业国啊 五眼联盟也好啊 那么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啊 那么其他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 日本是一个特别的例外 日本在那个 曾经有一段时间啊 他们这个基督教 在国家非常发达 然后呢 曾经啊 日本这个叫 幕府时代 因为我记不太清楚啊 他们曾经啊 屠杀了二十万基督徒 OK 所以基本上 屠杀了这基督徒啊 但是基督教在日本 这个国家里面 他的意识还是可以 相当强的 应该说是 对不对 那么日本呢 他经过战户的改造 是吧 实现了和平宪法 那么这个和平宪法 就是美国给他啊 按照基督教的理念 来做的 所以啊 日本人遵守宪法 可以说啊 在某种程度上啊 比美国人遵守的还好 遵守还好 所以呢 你可以到日本去 我在日本住了七八年啊 你看看他们这个 主张那个人权 是吧 那么特别 特别重视啊 特别重视 重视人权 然后那个呃 在日本那个你要在学校里欺负别的孩子的话 他们就要一击满 对 那么会受到很大的这个这个呃 国国政府的这个管制啊 你要不可以的 是不是 不可以 然后呢 日本那个他们讲究非常讲究公平啊 是吧 那么人人有这个社会机会啊 社会机会 那么他们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啊 全是国家啊 这个义务教育 真正的义务教育啊 真正的义务教育 那么给你机会啊 然后啊 一部分啊 家里是很少掏钱的 是吧 好不好 那这就说这个历史啊 可以从这个旧约到新约 从律法到恩典 是吧 那么的 罗马书啊 然后最后呢 我再看一下啊 这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到二十一节 读了以后我们今天就完了啊 OK 若一人的犯罪 死就一人做了王 OK 何况那些受恩啊 受红恩又蒙朔 此次呢 岂不是要因耶稣基督一人的生命中 啊 做王吗 如此来说来 以一次的过犯 众人就被定罪 照样以一次的义 一人 一次的义行 众人又卑微 啊 又称义得了生命 以一人的悖义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也以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 称义了 啊 律法本是外天的 人叫啊 叫过 叫过犯 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 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显得更多 啊 就如罪做王 叫人死 照样恩典也接着人 罪着义做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永生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历史啊 可以按照圣经啊 划分啊 这个从旧约到新约 从律法到恩典 啊希望你喜欢啊 这是啊 这个我们对人的历史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人类啊 啊 就从这个 全新的角度来划分 那么呢 我们就走一个 属神的道路 好吧 好吧 再见 愿意 这个听你 这个分享给你的朋友 家人 然后 发到你的群里啊 让更多的人 知道圣经 道理讲的什么 造福你们一个人 再见